北京时间昨夜金城,欧洲五大联赛进行了许多场比赛,其中,在刚刚结束的巴萨克战巴拉多利德的比赛中,凭借着第57分钟分配来的进球,巴萨克场1比0小胜升班8,这场比赛受场地影响,巴萨球员发挥的都不太理解。 全场得分最高的罗贝托,迭境获得7.8分,梅西和苏牙在比赛的第83分钟曾连外上演一次精彩表演,当时梅西中路盘带过人,穿越人风给苏牙送出鞋塞,苏牙雷斯面对门将冷静推射破门,不过主裁判认定苏牙雷斯略位在先,此力进球连同梅西的助攻都变成无效,令巴萨球尼欣慰的是, 相对于补学阶段主队的跃违进球,苏牙的这次跃违更加明显,在稍早进行的游玩2比0拉奇奥的一架比赛中,C罗的表现更加出色,他全场屡屡获得射门良机,并在第75分钟助攻慢入破门。 虽然这次助攻有点无心插流,但反映出C罗在门前跑位的积极和良好的嗅觉。 当然,C罗最精彩的一次表演出现在第71分钟,他接到格拉斯科斯塔的横传球之后,在前场左路右脚停球转身射门,一气呵成。 他的这几大力抽射,踢球在空中急速下坠飞向球门,可惜,最终还是被门将神用扑出。 不过,真要在昨夜金城的五大联赛中评出一位最没运的球星,那就不是梅西和C罗了,而是曼城的射手王艾归罗。 在北京时间昨晚进行的升阀马郎队主场迎战位面冠军曼城,那英超比赛中,被一比一比平的篮月亮堪称倒霉头顶,上半场西门尼斯的锦球被判阅位在先,阿归罗和斯特林的射门击中门框弹出,下半场而狼队的手球破门,却被主裁判位有效。 比赛的最后时刻第九十四分钟,阿归罗为曼城获得禁区前沿中路定位球机会,阿归罗亲自主罚,但他罚出的弧线球,直接击中横梁弹出,篮月亮痛失绝杀梁基,一场比赛,两次击中门框,阿归罗的运气真是倒霉头顶。 如果这两次门框能有一次命中,曼城起有可能打下这场比赛,好的联赛才刚刚开始,相信上个赛起进球如麻的梅西,C罗,阿归罗,本赛季也会有不错的生活,只要梅西,C罗,阿归罗能又上赛起一样的发挥,把发,油文,曼城就极可能参联各自联赛的冠军,甚至有可能冲击欧冠冠军,或受洗原创。